省事大概一分鐘 省事人的視頻大家好 我是少少直播 今天是星期五 所以是日本旅遊那裡講 今天的話題是這個 十八經獎人會 STOP 報警 我今天介紹的 跟日本傳統文化有關的獎人會 是春花的 這次在日本東京的 叫永慶人湖的地方 就是了這個獎字 好 那麼聰明我簡單的介紹一下 春花是什麼鬼 這是大概三百到四百年前的 日本江湖時代的 古時會之一 江湖時代沒有大的戰爭 同時跟外國交流也很優先 所以日本文化非常非常豐富起來了 春花相當於現代的一些同仁本一樣的東西 古時會也是老百姓愛看的 有助性比較高的繪畫 春花的話 古時會裡面最你懂的的繪畫 你們懂嗎 當然我才是不能給你們看很厲害的春花 所以給你們看有點輕口味的 就是Jance 足控福利對不對 對 如果一看就你懂的 主腿勝利比心 還有Jance 還是七口味 會將裡面有一些文化高進的群畫 而且這樣的很可愛的照片也有大 當然那個很可愛 哈卡汁もいいですね 馬が落ちた図録はこんなに熱いそうです 浮世絵は昔の絵なのでなかなか親しみづらいというのは日本人も同じなんですね でも浮世絵は今で言う漫画と同じような役割もあったので こういうかわいい猫や動物の絵も多く最近ネットで話題になったりもしています 這個很可愛的表情包啊 還有這個 好可怕 そしてここで紹介しておきたい芸術家がいます 藍田誠さんという方で 彼は春画の中でも有名なこのタコと女性の絵を現代風に描き直しています 是這個 じゃあ巨大富士隊vsキングギドラ 是不是現代化的曲話 他的其他的作品也滿不錯的 我相信你們可能懂他的藝術作品的價值 これは滝の絵です 滝 良い滝ですね 皆さん分かりますか? この滝 良いでしょう 今の日本を構成する様々な文化は江戸時代から脈々と受け継がれているわけですね このエロティックジャポンという論文は日本のエロの源流を辿った学術書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他也説日本は江戸時代一に作った文化 今のアニメや漫画も江戸時代から続いているものなので江戸時代の人は感謝ですね 好 那最好跟我們一起接触 見れば今天的日子 是這個 これは非常に歴史的価値のあるもの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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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300年後的博物館展示 好,今天影片就到这里,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拜拜